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大家好 我来自西安 我今天要讲的题目叫瓦库实践 这是我的一个室内设计 是一个系列的设计 我已经进行了有九年的时间了 在里头不但地通过实践 总结有一些自己的看法 和大家交流一下 我的设计 瓦库的设计呢 它的这个起点是从阳光空气开始的 瓦库是一个喝茶的地方 一个茶的空间 我们要让阳光照镜 让空气流通 那么第一个观点呢 是打开窗子 那么我们今天我们的生活环境 和照片中这个藏区的一个古老的房子 这里头都有一个共同的一个窗子 窗子 窗子是建筑的眼睛 也反映出建筑的灵魂与精神 那么在瓦库的选址 在我们现在的内地 中国的内地 除了我们家庭保留着窗子 大量的商业空间 窗子的权力已经被 逐渐地被剥夺 现在已经进入到一个窗 逐渐消失的时代 打开窗子 这是瓦库的第一个动作 那么在这里头 用瓦做出来的这个外立面 用瓦的魔术 让每一扇 每个包间 可以打开的窗子 尽可能地打开 让阳光照镜 让空气流通 窗外的鲜花 是阳光空气的使者 也是最好的那个事物 室内 让充足的阳光照镜 我们对待窗户是认真的 包括窗帘 用最方便 最简单 这里使用了一个擀面杖 然后将唇棉的布 缠绕一下完成 室内的门 上面有一个 可以开启的上翻窗 这其实也是阳光和空气的通道 阳光空气可以 在房间里头 通过上面这个窗 可以穿透过来 也起到一个自然照明的作用 大量地减少了 室内的这个照明的这个节能 那么房间里头 包间的阳光是充足的 那么把这充足的阳光呢 不要把它割断 让它继续延伸到走道 再透过这个 无数个洞口的 用挖叠起来 无数个这个光的这个通道 让气流能够从这里穿梭过去 这是平面图 那么红色的代表的是自然光 蓝色代表的空气 那么阳光进入到地 这里头分出第一空间 第二空间和第三空间 这个第一第二第三的 划分是由我们认为 阳光最充足的为第一 次之第二 非常薄弱的地方为第三空间 那么让进来的光 能够通过我们设计的各种通道 让它进入到第二空间 然后再进入到第三空间 包括房子的边角 都流出了一个 流出一个缝隙 让气流在室内能够运转 那么这个是 就是属于是薄弱环节的 中间的那一部分的包间 那么我们用 中国古民居的 一些建筑的一些手法 吊脚流的一些想法 在民居里头 这是用来是 就是抗潮 通风的 那么我们在室内里头 可以借助这种形式 是起到一个通风的作用 同样是让气流能够从室内 底下下面部分可以通过 并且可以通过下面部分 可以上升到包间里头去 让有可能进来的阳光 撒在这样的一个 比较远离窗户的 这样的一个地区 这是这个图 第一空间的包间 进入到第二空间的走道 然后通过下面和窗户 进入到第三空间 这样的彼此的 这样的一个循环 那么第二个观点 是重新认识掉风扇 这一个很普普通通的一个工业产品 已经一百多年的历史了 现在被边缘化了 我们认为应该来重新认识它 要让这样的一个人的 也算是科技产品 叫物尽其用 那么在瓦库的包间里头 我们每一个包间里头 上方都有一个吊扇 这个吊扇并非是纳粮 它还有很多的潜力 潜能 最重要的它担当着室内的 突固纳心的作用 让自然流动的空气阳光 通过这样的一个工业产品 能够把空气能够更好的在室内流通 那么它不仅起到一个纳粮 而且比如在这个房间里头 当夜间的客人离去的时候 我们启动这个吊扇 当第二天早晨开业的之前 我们启动这个吊扇 这样的话 被这个焕然一新的空气 让每一个消费者进来 都是最清新的空气在等待他们 那么吊扇在这个室内里头是均匀的分布 每一个角落走到包间都有这个系统 这是每一个系统的均匀的分布 第二个观点是让室内长寿 室内设计通常也称为一个短命的设计 经常是做完的工作 三两年就被拆除了 这个问题我们进行了思考 我们希望能够让室内相对的长寿 那么方法的第一点呢 我们叫发掘建筑体的优良基因 因为室内是建筑的深化和完善 那么我们现在看到的这张图 是我拍到古民居的 灰州的一个古民居的一张照片 那部照片是非常艺术非常美的 那么这里头有它这种结构的物理性的美 形式的美 还有它的精神基因的所在 那么发掘建筑体的优良基因 在瓦克的实践中是这样来对待的 那么这样的一个建筑 上头有柱有梁有开窗 那么这些东西呢 也给我们留下了不多的一些个优良的基因 比如说它的空间 比如说它的梁柱 力学美感的关系 那么这些东西完全可以 仅用我们的眼睛的发现 大脑的思考 来完成设计 减少我们这个过多的笔墨 过多的物料的堆砌 那么在这个里头 瓦克里的设计只是中间的这个圆的部分 是我后来添上去的 它解决了一个楼梯的通道的问题 也是用建筑的语言 那么这里头就没有用所谓的装饰材料 没有这个过多的这个物料的堆砌 所以它也就不存在物理的开裂的问题 所以它的寿命是相对是长的 那么当发现了一个这个墙面 这是一个混凝土的一个墙面 我们从里头去发现它的美 我们只要小小的一点的动作 这里头把一个中国传统的滴水的瓦 插在这个原有的一个洞孔里头 这个设计和这一块的这个装饰就已经完成了 这是向古人学习四两拨千斤 第二个是传承材质的精神基因 在传承里的精神基因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那么这个是一个老房子的一张照片 那么这里头可能可以让人想起 儿体时代的一个生活的一段美好的故事 这种精神的东西 我们可以进入到我们的室内设计里头来 这个设计是我刚刚完成的一个瓦库的设计 刚刚完成我就拍下一个照片 但是在看的人觉得它不是一个刚刚完成的 一个刚诞生的 而是有生命阅历的 这种的感受来自于哪里呢 实际是这些个我收集了很多 在别人家房顶上生活了几十年 甚至上百年的老房上这些瓦 因为它们身上有故事有历史 它们上头有精神的无数的精神基因 把它们植入到室内里头来 所以完成的那一天 这个房子就不是一个贫乏的一个 而是有故事内容的一个室内空间了 那么这种精神基因在 一个经过风风雨雨 这样一个有精力的瓦的每一片瓦上 只是我们设计师拿过来以后 将它以不同的形式进行码放 每一页瓦可以说也是 每一页瓦就是一本书 里头有故事可读 这是一个探索性的实验 那么这是一个楼梯的一个通道 那么没有低脚线的这个收口收边 让它一个完成的一个室内设计 让它自自而然的 让它自自而然的 人的生活的印痕 可能会附着在这个白色的这个柱体上 那么这些东西 我们应该以一种新的观念 新的审美的观念来对待它 这实际上也是生活的一个记忆 何尝不是美的一部分呢 我们可以去思考 包括这个扶手是用纯棉的布 这样把它缠绕起来的 第三部分 让室内接应阳光与空气 这也是最重要的一部分 第一 是选用可呼吸的材料 好 这里强调有生命属性的材料 那么刚才讲到了 让室内接应阳光与空气 那我们的室内的阳光进来了 如果是说我们的室内 没有做出任何的反应 用的是完全是抗拒于 这个阳光空气的 没有呼吸性的 那些个陶砖呀 铝板呀 不锈钢等等的 这样的东西它是一个抗拒的 那么我如果是说我们选用了 可以呼吸的这样的材料 来接应阳光与空气 这里头就是一个 爱与被爱的一个关系 那么这张图也是我拍的一张 民居的一张照片 这是一个石头的房子 和红色的一个瓦顶 它们在阳光雨露下 也是有几百年的经历了 那么在室内里头 我们把这些个有经历的 可以呼吸的 也许是被我们的现在生活所废弃的 比如说这瓦 比如说房下拆下来的木头 这些东西 都是我们室内设计瓦库里最好的材料的选择 因为它们都是可以呼吸的 包括这个地砖 陶砖都是透水性的 还有这个里头的棉织品都是纯棉的 那么在传统的建筑的材料里头 土木砖瓦石这些东西都是被称得上是可以呼吸的 都是有生命属性的这些材料 因为它们可以和阳光 空气 水分 可以交合 可以演化 那么在瓦库里头 当然是选用的是瓦 那么在里头室内所有用的这些个棉制 这个布衣全部是以纯棉的 因为它同样是属于有生命属性的 它可以从新的打折到旧到坏到损 它有个生命的开始到生命的结束 这样的东西我们是瓦库选用的唯一选择的纺织品 这个布衣的材料 那么这个墙体做了很多种实验 用传统的砂 灰 包括现在水泥等等的这些 这些用披的一些办法 让墙体能够保持 最大化地保持它的自然的通透 有呼吸的这样的属性 第二点是生命体的对话 这是一个古民居的一张照片 是人创造的物 与天地之间的一个对话的一个写照 那么在瓦库里头 用这种有生命属性的瓦 木头 老的钢和这个墙 那么这些东西在一个空间里头 它们之间都有一个共同的纽带 把它们联系在一起 那就是阳光空气 它们本来就是在阳光空气之下的 它们又来到了这个室内 它们在这里头可以相讲 交流自己不同的生命的经历 自自而然的这样的一个空间 会让你感觉到一种对话的一种语境 你的心会自然会静下来 那么除了室内的这个装饰的材料 我们所有的这个室内的颜色均为白色 为什么白色是最无私的色彩 它把阳光空气接受之后 它还能够再奉献给其他的空间 那么在这个可以对话语境的 这样的一个室内里头 我们天上有生命的鲜花和绿草 还有我们人本体 人与自然共生一体 在此 向阳光空气致敬 向老庄哲学思想致敬 向中国古民居致敬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我们可以解释一下一个问题 我想问一下 什么声音从外面 从外面 材料或图片是开放的 它充满的空气和空气 但是什么声音从外面 我提出来的 提的那个声音是不是噪音的问题 对 我们现在面对这样一个问题 就是阳光空气进来了 那个噪音也就进来了 那么实际上可以解决好这个办法 我们现在要是说 为了防止噪音 防止废气 我们好像只依赖一种手法 就是用这个叫玻璃木墙把它隔离 现在的这个内地的设计 百分之九十的商业空间 是没有窗户的 只是有玻璃 这是一个一个叫 一个被隔离的 可以被隔离的一个玻璃墙 我讲的窗户的概念 是当你需要的时候 你可以自由开启的 这个开启的时间 你可以自由地去掌握 只是这样的一个 就可以解决到 我们不要被动式的 把玻璃 把我们隔离在窗子里头 然后拼命地用人造的这个空气 我们长时间的对它的依赖 今后会有问题的 我们应该开放 应该和这个自然对话 我们应该是 就是 室内的空间的 和这个城市 人和城市 应该是同呼吸共鸣云 感觉是 对于关心 寺院访谈说 OK 谢谢 鱼老师 谢谢 谢谢 Thank you very much, Professor Yu.